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你说了没这个人 他是跟我一起的 这样啊 进去吧 胡老师有人找 胡老师您好 杨子 过来 叫你不要带陌生人进来 一天要带陌生人进来 他们说是您的学生 还给您带了好吃的 根本不是我的学生 哪里是我的学生 哪里有好吃的东西啊 古老师我们确实不是您的学生 也没带好吃的给您 就说不是我的学生吧 也没有好吃的东西吧 不过古老师 我们这次来是想邀请您参加阿雷克开幕做致辞嘉宾的 什么阿雷啊 我不参加 哎哎哎 古老师 您先别生气 我是上云西女士告诉我您家的地址的 他跟我说 只要报他的名字 您就会同意参加 什么上云西 我不认识 那上云西您不认识 情瑶您总认识了吧 她是我妈妈 去泡茶 你们我来坐吧 情瑶 是你妈妈 还长得真像 哈哈哈哈 你母亲 的确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我好久没有见她了 她最近好吗 她已经去世了 自私了 我 古老师 你别生心了 我这心里难受啊 你让我哭一会吧 吃啊 这样子 你去吧 我有一些事情要跟他们交代 好 我带了那么多阶学生 还没有遇见过一个 像你妈妈那么笨的 他当时打扮逼人家慢 裁剪逼人家慢 为了一件西装的袖子 装了十七次都没有装上去了 我当时就很想问他 你为什么要学服装设计 我也懒得问他了 我问了他 我估计他的回答 也会比一般的人要慢 其实 我觉得我可以回答你 他为什么要学服装设计 我觉得这就是他的梦想 他想做好这件事情 所以我这次来找您就只有一个目的 参加Live More做开幕的这次嘉宾 因为Aleg这个品牌是我妈妈亲手设计的 这就是他的梦想 现在Aleg住入了Live More里面 我想把他做好 去完成我妈妈的心愿 完成他的梦想 所以 我想邀请你 在我认识的人当中 职业的 还是非职业的人算起来 说到勤快的人 易得妈妈绝对可以算得上身 他 真的是很笨 但是他很拼 那个时候 他为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有时候都会缠着我棍上几个小时 他为了一件衣服的领子 都可以弄出三十多种的设计 像你妈妈这样 认真拼的人 真的已经很少 所以 我认为 你的妈妈既然已经走了 就让这个品牌 随着她一起去 可是顾老师 我已经拿阿雷格和别人做了赌注了 如果我输了的话 我妈妈的品牌 和我妈妈所有的东西 都会被别人夺走的 我 你不要再说了 你越说 我这心里越不好受啊 这些 就是你妈妈设计的手稿 记得她毕业以后 每年设计图纸 都会给我寄来 一寄就是一百多张 好吓人啊 这些 真的都是妈妈 亲手设计的手稿吗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我能拿走这些手稿吗 一方面 是作为对我母亲的纪念 另一方面 我觉得也能作为 我踏实向前的动力 所以 我希望留着这些手稿 你是她的儿子 我又怎么能够拒绝呢 拿去吧 留个纪念 好好地保存 谢谢谷老师 不过 我还想再问一下 谷老师 您是不是 真的不能参加 LIFEMORE的开幕 做致辞嘉宾啊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谷原博老师 您如果不答应 出席LIFEMORE 担当致辞嘉宾的话 陆小回就要从这里 跳下去 你们这样做 是胁迫 面对少女 鲜活的声音 世界著名的设计师 谷原博老师 会做出怎样的做 是继续 冷酷无情地拒绝少女的请求 还是帮少女 完成她的梦想的 所有的决策 都在 谷原博老师的手里 少女 已经松开了她右手的 第一根小手指 现在松开了右手的 第一根无名指 错了 现在松开了 左脚的第一根小脚指 不行啊 所有的决定权 都在谷原博老师的手里 她会做出怎样的决策呢 停停停 我答应我答应 别闹了 你赶快让她下来 我这心脏受不了 来 谷原老师拍个份线 财归 收工 谷原老师 合作五位 人家 唷 刚才谢谢你啊 没想到 你也有这么聪明的一个 谢谢你吧 嗯 怎么了 没什么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剧组群演 如果都像你这样的话 剧组得开多少的医药费 没事了 回去洗洗手就好了 不过现在得赶快去医院了 果然还在想 你这样看着我干嘛 我们来海边 干嘛 反正晚上也没什么事情 就到海边来逛逛了 那我什么不先去医院 现在去医院 只能看急诊的 明天吧 可是海风这么大你可以吗 我没关系 你知道吗 我今天真的特别开心 因为见到了谷渊博 他隐居了这么久 而且又是这么有名的设计师 LIFEMORE请到了他 真的会是很大的焦点 我们真的太厉害了 我们接我吧 好啦我们 看在你今天也很拼的份上 嗯 尚伯尔 谢谢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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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疼嗎 一整its 啊 哈哈哈哈 換換一下換一 上主任 我以前一直以为你很讨厌 直到 不知道什么 具体我也记不清楚了 但是以前我真的以为你很讨厌 会机 也是嘛 他今天抓花你那些 很贵又很漂亮的东西 我还怕你欺负他 结果后来我偷偷观察 你天天也给他扫大便啊 扫尿尿的 我觉得你应该是很贵的 扫大便扫尿尿是什么 我真的其实很疼 只是我见不得找东西 还有还有 我一直以为你很讨厌 我跟珍妮的花床单 有一次我忘记拿出去晒 然后我就怕你把它丢掉 结果后来我发现 你没把它丢掉 你还把它拿出去晒 而且还烫得整整齐齐的 一点就有能够 我真的是想把它拿出去丢掉的 还有啊 其实你那时候 叫我从冷箱那边搬过去 跟你一起工作 我很开心 虽然我一直告诉我自己说 不能离开自己的第一个工作岗位 不能半途而废移 但是后来我想到 是因为你担心我 你怕我被冷箱欺负 我就很开心 虽然 你嘴巴很毒 脾气真的很差 但是我知道你不是坏人 就算你平常常用一些小聪明 去敷衍一些事情 但是你工作起来 拼了命是没有人拼得过的 虽然你平常我还捉弄我 每天都得跟自己说 绝对不能被尚不然骗到 可是只要你一开口 还是会相信 尚不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 你所有对我说的话 我都会相信 你所有叫我做的事 我也都会自己 哎 那边有个小狗狗好可爱啊 长得超平像灰机的对不对 颜色好像不太一样了 但是呢 你的故事要好久才能讲完 你的笑容依然变来无恙 我不会让时间再回来 带走你的模样 过去和未来 过去和未来 我们都不去想 留住当下的一秒时光 最后轻轻关上那扇 转输你的窗 两个人躲在 悲欢里 等天亮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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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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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不来 秋一冬 只剩寒乱的风 落着夜 淀着雪 哪里会有你 我们的 尚总好 早上好 她是在跟我们说话吗 还是在打蓝牙电话呀 早上好 尚总 早上好 早上好 今天就你一个人值班啊 对 就我一个人值班 尚总你有什么吩咐吗 辛苦了 不辛苦 不辛苦 开门吧 那个门 不好意思 小总 不好意思 不要 我 热得跟着花式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对 芝霊 大师 不 很多 只是 幫我把我把玩家叫下來 什么意思啊这 谁的车 总裁专用停车位 这六个字看不见啊 瞎 还是外国有人啊 得加个双语标吧 对不起 尚总 对不起 尚总 我 我是刚来的 我不懂事 我的错 我现在马上找人 把这车给您挪走 你什么办法 我 行了 等这个车主来了 把我的车开进去 还有再帮我立个牌 高级停车位 每小时收费888 不设找理 哦好的好的 辛苦了 应该的 让他干嘛 进来 呃 尚总 您先上吧 我们不急不急 什么不急啊 合理利用公共资源 保护地球 从我做起 进来 你的 브로 你们干嘛呀 你们先上嘛 快点都过来 进来 进来进来 啊 очер ż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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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明这个有 上床床 小胖 我很喜欢你的设计 不过你的时尚品位 还得再提高一点 你今天怎么又穿成这样 衬衫也不穿一遍 邵总 我才是小胖 那他是谁啊 修电脑的师傅 师傅 我看好你啊 我看好你啊 师傅 小胖 小胖 Vitoria 小胖 你是Vitoria吧 是啊 我就说嘛 一大早见到熟悉的人 心情都特别好 像回家了一样 像你这样的网红脸 我都认得 我还有谁认不得 网红 什么网红脸 邵总 小胖呢 我帮吴主编去买早餐了 吴主编来了 刚到 那我进去看看他 不行 不行 邵总 正宝 你不能进 邵总 吴主编 没事 出去吧 邵总 好的 五分钟以后有个会议 嗯 我知道 找我有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过来跟你聊聊 聊聊 你和我有什么可聊的 我发现你的办公室 挺不错的呀 怎么 想换吗 你就这么一心想上尾啊 想做总裁 不过总裁办公室 你去的还少 你是不是开店 开得挺轻松啊 一大早就这么空闲 跑过来找我吵架 你是不是很害怕 我做出什么成绩来 你想多了 我让Victoria给你去 开屏好酒 你回你的办公室 慢慢屏 不需要了 好酒我多的是 你是不是工作很无聊啊 不觉得 做杂志 做杂志 每个月开选题会做选题 然后出版 一年做一次慈善晚宴 去欧洲两次看秀 你都做了十几年了 不腻啊 这就是职场 这是我的工作 这本杂志 美丽 每期都有可能开天窗 你还要搞一个新的电子刊物 到底是谁在分散资源 这个 你留到董事会上去讨论吧 五分钟到了啊 我先去开个会 小心 我这儿有监控 Victoria 我这儿有监控 你迟到了 上国人一早就来我外公室 找我喝 年轻人的经历就是旺盛 龙主编 网络出现点问题 你们稍等一下 没事 正好啊 我跟你们龙主编聊聊天 你别听他的 你喝热 好的 他长什么麻烦 我估计啊 他是嫌我们年纪到了 不支持新鲜事物呗 其实他开多品牌集成店 那个想法 是挺新潮的 曼妮说 我曾经也动过这样的念头 真的假的 都有个开店梦啊 零售业市场的潜力啊 真的很大 你看咱们每期杂志 推出的东西 卖得都特别好 开店要是这么容易 都跑去开店了 你忘了 俺累了当年 上百家就要卖店了 说倒就倒 开店能有那么容易啊 我私下跟博人 聊过这个问题 他说主要是 没有一个好的经营五念 还说咱们高层内部 你先补齐 他是机议游戏看多了吧 这世界上 不存在着智能活一个环境 要真的是有盈利啊 高层会跟钱过不去吗 当年离开的时候啊 风尚集团旗下全线杂志 你的 我的 黄金百面 再给有那个做免费广告 电是有盈利啊 可是杂志这块呢 谁愿意老是这样啊 拆东枪不西枪呢 你愿意啊 董主编 网络好了 东南亚的期刊商 已经在线上等着了 对对 董女士 韩先生 你们好 你好 好 嗨 之前我们谈过的 关于先生和佛瑞提两刊 在东南亚的 代行刊应权的活动 为何支持不签 因为我有一个附加条件 请讲 我希望你能够顺带 在东南亚的网络上 推广我的新电子刊物 Younger 《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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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没走 等你等太久困了 小咪了一会儿 看来你真是有什么事情 要找我商量啊 说吧 什么事情 我想跟你做一个 君子协定 我们相互之间 谁都不干涉对方 也不能导论 你那家店 撑不到我来 导论的那一天 你就这么怕输给我吗 你就算输给我 我也不会让你给我跪下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不反对 我输给你 尚博人 你有没有算呢 有多少人会走进你那家店 多少人会买你店里的那些东西啊 这是我的事 跟你没有关系 你知道 一个人的经理是有限的 你应该把你的有限的经历 放在把控平台上 因为平台是最有影响力的 你刚刚说到Pretty 你表面上看 它的确是一本杂志 可是这本杂志里 汇集了多少人脉 多少资源 这跟你进 大姐 我印象里 你接管Pretty的时候 它的销量已经很好了 不要搞得好像这本杂志 这是你创办的 你不就是前人灾树 后人好成两个 在我爸身边做牛做马这么多年 才搞到那么一点股份 我要请你出去了 你不请我也会出去 你没觉得你的房间很臭吗 有一股怪怪的 你是不是天天在里面放屁 小胖 小胖 幼稚 小灰 干吗去啊 有东西边热小菜 他又使唤你啊 那你不会吃了 早饭在那里公司 他昨天跟美国那边 开视频会议 又在公司过夜了 我就想说给他点点外卖 但外面东西实在太油了 早知道我给他做爱情早餐 你不是那样做早饭 我是你的朋友 你只能做早饭给我吃 家卉看到了 但是他是我上司啊 照顾他是我的工作吗 韩主编吃过了吗 你要不要给他带一份啊 我怎么知道 我现在又不会是他的助理 那你帮我打听一下 他也缺不缺助理 我觉得我可以身兼两职 反正我愿意为他加班加点 魏小卉 你想太多了吧 我觉得你还是辞职的好 你怎样 你大胆的主意又发作了 你每天早上为我做早饭 已经很辛苦了 还要为他们做 放弃他们能理解吗 我每天给你做早餐 不累啊 我可乐意了 你以前也不喜欢吃早餐 但早餐真的是一天当中 最重要的一顿 吃好了吃饱了 才能保持一整天 良好的工作状态 行行行行 我现在去忙我的大神主 不像你一个小助理 这么一心 快去吧 加油 真冠军 再叫 真冠军 再叫 真冠军 再叫 真冠军 乖 听话 今天一起吃午餐吧 不好吧 你现在都这个身份了 老跟我这个小助理 换在一起蛮奇怪的 蛮奇怪的 怎么就奇怪了 有人会说闲话吗 我现在可是他们的领导 我又不有 就开了 好吧 那你正午过来叫我 但你别出声啊 你就给我打 眼神的暗示就好 快去吧 拜拜 张总来了 姑姑 您怎么又来了 我来看看您啊 怎么 不欢迎我呀 欢迎欢迎 要不要给您积壶茶 不用了 我现在在喝中药 不能跟其他东西有冲突的 对了 谷教授答应出席你的开业典礼了吗 答应了 真的 那太好了 我就知道 提我一定可以请到她 而且你妈妈 当年是她最得意的学生 你妈妈走了之后 她再也没有跟风尚合作过 谷教授那天还说了很多 我妈妈的糗事 不过我一点都不觉得丢人 反而觉得我妈妈更真实 是吗 不过我妈去世后 阿雷也垮了 说起这个 我一直自责和愧疚 你妈妈走了之后 我一个人扛下阿雷 没几年身体就累垮了 所以不得已 我才放手 咕咕 这不能全怪你 生意就是生意 生意有时候靠人为 有时候靠天意 我刚才在冷山的办公室 跟她大战了三百回合 不过她说的有些话 还挺有道理的 是吗 她觉得我的生命 不应该只是做一个 销售物品的店 应该做一个平台 吸引更多有才能的人精 所以我想 我应该还缺一个设计总监 让她来掌握我所有的设计师 掌控细节 不过我现在 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 我帮你想到一个人选 高明怎么样 她很不错的 勃然 你只是不了解她而已 我相信 我相信 你们两个相处一段时间 假以时日 还会心心相惜的 甚至啊 可能还会喜欢同样东西呢 谁跟她喜欢一样东西啊 我去 你看看 她在意大利明设计学校毕业 待过工坊 又懂得工艺 而且最重要的 她帮我打理过耳泪 她对产品也很熟悉 而且她还保持了一股 设计师的热情 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那个我行了行了 我跟她相互看不顺眼 这样吧 你也累了吧 我先送你回 等一下 我还没讲完呢 你又不跟她谈恋爱 你用得着喜欢她吗 而且你别忘了 你是她的大主角 你不要刁难她就好了 对了 我还有一件事情 要跟你讲 那百分之十的股份 你有没有想过 要不要查一下在哪里啊 那百分之十的股份 还封在律师那儿呢 我倒想有一个人 能跳出来 把这百分之十的股份领走 好跟冷山 再大战三百回头 这样我就可以开热闹 小孩子 总而言之啊 你要记得这件事情就好了 好了好了 我不烦你了 我走了啊 那我送你啊 不用不用 送送送 你这么烦我还送我 送送送 尚总我来吧 不用你了啊 你走得慢 尚总 北口饭吃 你这么胖的还要吃 这是您的车呀 现在的保安 真是爸太不懂事了 真的很懂 不好意思啊 我帮你给他拿酒啊 好 没关系 博然啊 你千万别为这个事情 去责怪他们 因为过去啊 找你爸爸 习惯了 都停在这个位置上 没事小事 姑姑您先回去休息吧 你自己也别太累了啊 好 有事给我打电话 有事给我打电话 万岁 博然是吗 就是 今天 尊敬 坐 你让我来 我在說什麼 很冷 小ibrillo 倪琳 可以ərėl 外户我去吃優格呀 去我們上次去的那家 我不叫莉莉了 我要改名 改名 發什麼神經啊 今天上午主動 給我打招呼 她跟我說我叫Lucy 更好聽 莫莫上場好壞啊 你卻在背後 默默地關心我 你可別自作多情了 反正都是 小學英語課本領的名字 真有區別嘛 你不懂 莉莉 我跟妳說 上總今天那好帥呀 進門的時候 還給我碰面眼呢 真是好帥 上次快遞小哥來的時候 你也這麼說的 我要走 吃飯去 不理他 好 走吧 你說 他今天是不是來打姨媽呢 跟我們主蛋待久了 就被這樣求回來了呢 你們兩個明天是不是 不想來上班了 小葵 小葵 要不要和我去吃午飯啊 謝謝師姐 但是我今天自己帶的便當 那算了吧 要嘛明天一起吧 明天你有空嗎 不對 明天你有會要開 那後天呢 後天好像也不行 後天有部門去參 我幫你查一下檔期吧 小姐 你五天後有空 那五天後 我跟妳一起吃午餐吧 再說吧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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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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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吃飯飯了 我才不要吃呢 你這飯看起來像幼稚園小朋友吃的 那我自己吃 你不要光顧著吃跟我聊聊 一邊吃飯一邊聊天 對笑話不好 你說吧 聽著呢 好吧 我跟你說我今天真的很煩 怎麼了 我要為我的Live Mall找一位新的設計總監 你知道我是不可能把所有的精力和時間 花在這個店上 這樣我就成了一個創業者 我做這家店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創業者 集合在一起給他們創作一個平台 可是 我到現在也沒找到那個設計總監 今天姑姑跟我推薦了高明 對啊 什麼隊啊 你有沒有認真字聽我叫 有啊 我覺得高明是最好的人選 他到底給你們下了什麼藥啊 沒有 我從小就認識高明 我跟你說 哎 跟你們要畫什麼啦 跟我們畫的不一樣 啊 嗯 哎 哎 他怎麼畫的不一樣 看真的好像會是這段 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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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 很痛 太痛 刚明从小的编辑他的梦想 一直到现在 他真的很厉害 那我从小还知道 我长大了是总裁呢 你怎么不夸夸我 我小时候不认识你嘛 反正你们都是很棒的人 要是你们能合作 一定会很成功 我不是找不到设计师 如果我在欧洲的话 十几二十个优秀的设计师 我的人 你掉了一颗菜在我腿上 你吃了吧 你还真巧 再吃一碗 可以吧 够够 我做的 好吃 吃 口渴了 口渴了 有助于消化 好喝吧 我都还没吃多少呢就要消化了 那继续吃 那要不给我吃饭 你点嘴 那还是你去吃饭 还不可以 那你怎么说找高明呢 看情况 我吃饭 我用来掉了 所以你对ALEG的产品线有什么看法 我之前在那里打过一段时间 在琴瑶还是设计总监的时候 ALEG的品牌分为两条线 一条是高端定制线 一条是基础款线 利用高端定制线的名气 来提升基础款的销量 我认为是个非常聪明的做法 一般大宗消费者太过浮夸的衣服 反而不适于他们 相交之下 百大基本款 反而更为大宗说起来 高低端两条线 虽然说起来容易 但做起来是极其复杂的 高端线讲究的是 格调 品味 创意 而低端线讲究的是 而低端线就更难了 它既要简化高端线的设计 又要保持原有的特色 还要降低成本 对 所以摄影师在冲突之前 必须具备两套完善的方案 这样的工作量 对个摄影师来讲 是非常繁杂的 而且现在读书摄影师 都不熟悉工艺 所以要达到就更困难 那你对我的多品牌集成店 有什么看法 你现在是在面试我吗 没有 随便聊聊吧 区域细分 在我看来 做多品牌店 其实跟做节目 是一样的 全部的区域确实区分 严格筛减 就这样 嘴上功夫挺不错的 怪不得逃我姑姑秀 时候也不早了 我看你没开车 我送你一程吧 我要你送我一程 不用了 我想你误会了 我是想去见小鹿一面 我顺便送你一程 那更不用了 我看现在很难打车 我在想 再给你这一次机会 你确定不要 我去 这不会是鹿小葵秀的吧 你还晃 炫耀个屁眼 去死吧你 其实我就想说 你的创作理念太low了 根本不适合我高级的集成点 还有我不想看见你 这儿啊 其实我也想跟你讲 我还有其他当中要约 所以 再见 下一 Beij zwei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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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